请问一下徐阳律师 这个欠条上手印都是你们俩 签过字按过的是吗 都是我按的 这个欠条有没有法律效应 它是这样 咱们先说五万的 五万的呢 它实际借它将近四万块钱左右吧 如果按照你们俩这个说法呢 应该是说除了这四万多以外 你还同意 因为借钱这个事给它一定的补偿 这个补偿是否可以为利息 对对对对 是不是基于这四万多的一个 就给它一个纸就完了 甭甭算其他东西了 那行 那这个借款关系就成立了 因为你们也承认这个钱数 但是我记得他刚才说了 他说我还了八千多 但我记得是我在我记得当中 还了他一万多块钱 这个都不重要了 因为你刚才也认可了 就是说这个数就不细算了 这个没有一样 这个我知道 还有个十六万和三十三万 等于是口头上的一个成额 这个能不能成立呢 是这样 如果我们从这个借条上来理解呢 借条就应该是借钱的意思 那么实际上如果只打了借条 这位女士并没有给她这个钱 实际上也没有真正旅行 所以呢在这里我说这位女士 还是很诚实的 就是说呢 我确实没给这个钱 她也没说给你了 如果她现在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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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给你了 那你这事还难办了 因为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对不对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律师我想问一下 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听这个打官司 也知道 比方说有什么功补偿 精神补偿等等 所以刚才这个邓女士说了 十六万 是她跟先生要的 说是精神上 包括这个可能其他方面的一个补偿费 不是我要的 是他自愿给我的 其实他也给我造成了伤害 这个首先从文字上来讲 它是一种借款关系 就不能有借条的形式 对 所以它根上的 就是一个财产上的一个借钱 那么借钱的话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借了16万 它等于没有真正借 没有发生这笔借贷关系 如果是说 从这个人身损害赔偿的角度上来讲 那就是这个赔偿是基于什么 何时何地何原因的一个赔偿 发生了多少饮药费物工费 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应该写是赔偿款 对 就是对于这五万块钱的债务 等于双方都确认都认可 现在的问题是 这男士没有能力去偿还 那么可能需要他 真的凭自己的双手 去工作去挣了钱 尽早地还给这位女士 如果这位女士的话 就是说要求她现在给一个承诺 可能这个承诺到期的时候 也未必真的有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呢 你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起诉 要求她偿还 当来判决生效以后 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但同时也存在 这个没有执行财产的问题 如果没有执行财产呢 这个案子也就挂着 什么时候这位男士 有财产可执行了 你才能恢复执行 就是说你这个事呢 肯定就是存在这种执行风险的 我知道 我知道她没钱 正因为这样 她虽然说给我打了钱 你听 我就没有去起诉她 我可以理解 如果她这么说的话 那你说她把我这脑袋打开瓢了 缝着然后弄得 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听我说完行吗 听我说行吗 就是这个钱的当中 你知道吗 有我看这病的钱 还有从我爸那儿 那个拿的钱 你想让他陪你是吗 我不说让他陪我 那我就说给 你先听律师把这三张借条 给搞明白了 然后你再插话 他为什么着急啊 没看刚才那个 就差那几千块钱 就是五万 跟人家说还八千九 他说我觉得还一万多 就差这两三千块钱 这回是真实的了 钉对钉 锚对锚那样 真实的了 所以就他特着急了 刚才那几千块钱 你都有点想认真 想较真 那你写这么大一笔 对 现在是这样 你是怎么想的 不 我要说一句 不是说这几千块钱 我较真 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该还了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还 那你写这么五十一万 你给啊 你真的给吗 我当时说完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写完了以后 我是可能给不了 但是我有到一日能给的时候 我这个 给不了你为什么 还都有效 你哪招哪日能给 你现在比我一时效 你从哪儿给 从哪儿给啊 现在目前还真给不了 我将为了 我 我 我